离京都极远的江南境内,春意以龙西湖柳,西湖边上彭氏庄园里的春色更浓,沿宅后一溜的青树快意地伸展着腰枝,贪婪地吸吮着空气里的湿液与一日暖过一日的阳光。 然而这庄园的主人却并不如何快意,更没有伸懒腰的闲趣,她苦着脸将最近这些天京都发来的怨报底报,甚至是宫廷办的那个花边报纸都看了一遍,依然没有放松起来。 最莫了,她小声与石产力交流了一下报月楼渠道过来的消息,终于确认了事情的发展轨迹,正如这些情报中说的一样。 长公主被幽禁在西城别院,太子殿下申父圣命,前往千里之外的南兆国官里。 这便是目前看来事件最直接的两个结果,所以这位庄园的年轻主人忍不住叹气,忍不住连连摇头。 石产力好奇地看着她,问道,先生,虽然不知道陛下因何动怒,但经此一事,长公主殿下再也无法在朝中在江南对您不利, 岂不是天大的好事?您为何还是如此郁郁不乐? 范贤斜灭着眼睛看着她,半晌后将话语咽了回去,有些百无聊赖的挥挥手, 说道,再说吧,你还是赶紧回苏州把报月楼看着。 石产力满头雾水地离开,深知此事内情的王启年闪身进来。 他安静地站在范贤的身后,注视着大人再次审看京都传来的所有情报,没有发出一言一语。 因为他清楚范贤因何烦恼。 我辛辛苦苦做了这样一个局,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 范贤有些无奈说道,这次冒得险够大了,结果,那夫人还是活了下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王启年在一旁看了他一眼,心想,长公主毕竟是大人的岳母,这话不免有些冷血。 能够横跟在长公主与皇帝中间,把范贤用了无数气力引爆的那颗炸弹压下去的, 当然只有那位久在深宫的老人家,可是范贤依然对于这件事情的过程有许多不解和怀疑。 妇人之人,他皱着眉头说道,这句话不仅仅是批评皇帝最后收手, 也代表了他某一方面的怀疑,长公主为什么连一点像样的反击都没有使出来, 便被皇帝老子如此轻而易举地收拾掉。 就算他知晓,宫外的动作都是由陈院长大人亲自布置, 可是以他对自己丈母娘的了解, 他这般安静的束手就擒,实在是与那个风鸣不合。 我和你说过,长公主是喜欢陛下的。 范贤贬着嘴说道,只是没想到居然会痴迷到这种地步, 陛下没有真正动手,起杀心之前, 他居然都不会主动反抗这是什么世道。 他身旁王启年的脸色很古怪, 也由不得他不古怪身为庆国的臣子, 就算在如何嚣张有判心, 也没有谁敢在自家院子里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偏生范贤就说了, 还当着他的面说了, 逼着他听进了耳朵里, 而且很明显, 这不是第一次说这种话题。 王启年很难过地咳了两声, 他明白自己这辈子的生死富贵, 早已和小范大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小范大人根本不担心自己会背叛他, 所以才会在自己面前如此放肆地说话。 本来这次揭露皇族丑闻, 逼陛下动手的计划, 就是范贤与王启年两个人做的。 姿势提大, 启年小组的其他成员根本没有得到一丝风声, 至于颜冰云, 更是被完全蒙在鼓里。 好在江南离京都远, 范贤与王启年布置的先手, 在两个月后才迸发, 就算是神仙, 大概也猜不到这件事情和他们二人有关。 除非红竹忽然有了自杀和杀友的勇气, 愿报里有几处值得注意。 虽然做的是不臣之事, 王启年还是不能习惯大谈不臣之语, 有些痛苦地指着愿报上几个地方, 强行转了话题, 提醒道, 回春堂的纵火案, 宗亲坠马, 太医横死, 这三件事情有蹊跷。 哦, 范贤回头看了他一眼, 愿报上面并没有将这三件事情联系起来, 宫里也不会允许任何有心人看出里面的瓜葛, 问题是他二人对这三个地方太清楚了, 当然知道这些事情的根源是什么, 难道你不认为是长公主太子杀人灭口? 那只是要, 要根本算不得什么证据。 王启年讹上咒文极深, 长公主殿下与太子殿下又不是笨人, 凭什么在宫中调查的时候做出这些糊涂事来? 这也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我们留着这些活口, 就是准备让陛下去审。 范贤若有所思, 可明显陛下没有审, 他怎么就能断定那件事情? 还有, 他指着纸张, 认真说道, 宫里没查到, 长公主应该不会自成其屋, 这三春案子究竟是谁做的? 范贤的眉头皱了起来, 此时事后反思, 这三处活着确实不如死了好, 自己当初的设想, 在这个环节中确实有些问题, 而现在他思考的是, 谁帮着把这局做成了地地道道的死局, 让陛下审无可审, 只有凭着自己的猜疑,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还在京都的时候, 他和王启年二人便隐隐约约察觉到, 有个势力似乎正在做与自己差不多的事情, 只是当时他们怕打草惊蛇, 一直不敢细查, 应该不是别人了。 王启年叹了一口气, 范贤也叹了口气, 摇头说道, 除了咱们那位, 也没别人了。 太子殿下去了南兆, 书房里没有平静太久, 范贤说出了盘缓在他心头的问题, 一时间推断, 这时候应该已经过了影州, 继续往南了, 你说陛下这个安排是为什么? 朝廷里的臣子肯定还在猜测, 还弄不明白, 常公主的事情为什么会牵扯到太子, 但你我肯定清楚, 陛下绝对不会容忍一个 让皇族蒙羞的儿子继承大位。 往南兆官里, 城前还能回来吗? 王启年沉默着, 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范贤笑着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我二人不知道做了多少株连九族的事情, 议论一下何妨。 王启年苦笑, 知道大人再次提醒自己, 用心何其无耻, 摇头说道, 我看这一路应该没什么事, 陛下就算已经有了废楚的意思, 也不可能选在这时候抛出来。 有道理, 范贤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 和我的想法一样, 咱们这位陛下, 要的就是英明神武的劲, 庆史流明的范, 千方百计想的, 就是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绝对不愿意落人画饼。 此趟太子赴南兆, 一则是将他流出京都, 慢慢谋划废楚一世, 二则。 他皱起了眉头, 忽然想到南兆那处毒物弥漫, 七八年前焉小乙率兵难讨时, 士兵们的伤亡, 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祸害。 仗气轻体, 太子渐渐体弱, 王启年说出这句话, 才猛然惊醒, 自己说话的胆子, 果然越来越大了。 范贤苦笑皆道, 如果真是你我这般想的, 陛下果然厉害。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 只不过王启年没有注意到。 很遗憾, 未尽全功。 范贤叹息道, 你说长公主怎么就没死呢? 这是今天他第二次赤裸裸的惋惜, 王启年觉得有些古怪, 长公主已然失势, 大人毕竟是对方的女婿, 不论是从人伦亲道上讲, 他都不应该如此说才是。 王启年不清楚, 范贤自入京都后, 下意识里便很忌惮长公主, 因为对付旁的人, 可以用阴谋用权术较量, 可是对付一个世人传送其风的权贵人物, 范贤很难猜到对方会做出何样疯狂的反应。 这种不确定性使范贤很头痛。 尤其是此次京都恭维之变, 范贤始终难以相信这样的结局, 长公主身处死地, 为何他那些力量没有进行最后的反扑? 军方的大佬呢? 燕小矣的态度呢? 如果说事情发生得太迅猛, 军方没有反应的时间, 可是叶刘云呢? 范贤比任何人都清楚, 叶刘云在军商会中的供奉地位, 在苏州城中, 也曾被那破楼一箭吓得魂都险些掉了, 即便军商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可是长公主一定不会像如今看来这样的不堪一击。 先前与王启年分析过长公主对皇帝的疯狂激恋, 但那只是范贤用来说服自己的说辞, 他并不相信这一点。 只不过, 这个人世间有些事情, 或许正是人们不相信的东西, 才是最真实的原因。 范贤在书桌旁叹息着, 惋惜着, 在王启年走后, 依然止不住长须短叹。 王启年关上房门, 下意识里摇摇头, 心想长公主虽然没死, 但是从此以后, 朝廷里在无人是范提寺的对手, 如此结果已然大加, 提寺大人因何叹气? 其实原因很简单, 范贤不是一位忠臣, 更不是一位纯臣, 他所构想的, 只是在江南看着虎鹤争斗, 各自受伤。 他想长公主垮台, 但他也不会相信皇帝老子, 他所叹息便是皇帝的手段, 似乎比自己想象中来得更快, 更厉害, 皇帝的力量, 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 范贤一个人坐在书房中, 沉默地分析着京都发生的一切, 他隐约感觉到, 长公主或许可能因为疯狂的情愫, 而执拗地等待着皇帝的雷霆一怒, 而皇帝明显是有所保留, 是亲情。 范贤不相信这一点。 他翻开怨报下的那几封书信, 第二次看过之后, 沉思片刻便开始写回信。 信自京都家中来, 父亲一封, 婉儿一封, 主要讲的都是思思及他父中孩子的事情, 一应平安, 并不需要太过担心。 然而婉儿的信中, 自然要提到了长公主的事情, 虽没有名言什么, 但似乎也是想让范贤在宫里说些话。 范贤再次苦恼地叹息了起来, 他清楚妻子是个难得的聪明人, 当然知道被遮掩的一切背后是怎样的不可调和, 可他依然来信让自己说话, 这只证明了, 马尔对长公主始终还是有母女的情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皇帝冷血, 范贤冷血并不代表这天底下的人, 皇族的人都是冷血动物。 范贤认真地写着回信, 对附近那边当然是要表示自己的震惊与疑惑, 对婉儿的回信以劝慰为主, 同时问候了一下思思那丫头。 接着她便开始写奏章, 给皇帝的密奏, 在奏章中虽然没有直接为长公主求情, 但也隐约表示了一下身为人子应该有的关切。 写完后, 她细细查看了几遍, 确认这种态度, 既不会让皇帝认为自己虚伪, 也不会让皇帝动怒, 便封好了火期, 让下属们按一级游路寄出。 做完了这一切, 范贤才稍微放下心来, 这数月在江南虽然逍遥, 但其实眼光一直盯着京都那处, 精神上的压力十分巨大。 是虽不邪, 但基本按照她的想法再进行, 她终于放松了些拉开密室的抽屉, 取出七叶与自己用一年多的功夫 抄录下的那份内裤三大方公益流程发呆。 这份公益流程虽然不是内裤的全部, 但范贤清楚, 如果这份东西真的流传到北齐, 真的会造成很恐怖的后果。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 按想这一次虽然是自己和陈平平暗中下意识携手, 玩了皇帝一次, 但终究只是玩弄的细节至于大的局面上, 说不定是皇帝在玩自己。 王十三郎也闲得有些久了。 范贤这般想着, 然后起身收拾好一切, 离开了西湖边的庄园。 从来到大器杰里的庄园。 使用车域奥西域沦魄更多,